爸爸是白手起家打造千億房企 後面兒子也跟著搞房地產 還做到上賣市 本來這是地產二代的故事 但近日爆出父子二人為歸 輸送資金和利益 今天就一齊看看 牙居樂這個家族企業背後的故事 本月22日 國家創作發布了一份 長達五頁的紀律行動聲明 根據聲明 連交所對牙居樂集團的一名 現任董事陳卓妍 進行了紀律行動制裁和指令 那又是因為什麼呢? 原來是因為陳卓妍的兒子陳思明 當初成立景業明邦的時候 明義上是自己創業 實際上是他父親陳卓妍 給了1.8億的企動資金 不僅如此 陳卓妍還繼續輸送資金 同時為景業明邦融資提供了擔保 整個市區的資金都超過26億 那麼多錢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牙居樂有知不知道這件事呢? 一切就要從頭講起了 牙居樂曾經是和碧桂園恆大富嶺 後生創展齊美的華南五庫之一 當初是由陳家老三、陳卓妍 帶著四個兄弟一起租 碧桂園的大事好像運營方向、項目投資 連動目標都是由陳卓妍來拍板 由始終三哥陳卓妍都是牙居樂的主任 而這次新聞的主角陳家老五 是雅居樂董事會的副主席 都是五兄弟一邊除了陳卓妍以外 唯一有正式即清的日 陳卓妍在三哥打天下的時候 就覺得房地產真的有搞頭 然後是2013年底 他的兒子就靜悄悄地開了一間房地產公司 也是日後的敬業名幫 公司開辦當初陳卓妍就以個人的名義 向陳詩明提供1.8億的初市資金去支持他創業 但有趣的是這件事情 陳卓妍從頭到尾都沒有跟他三哥 也就是雅居樂的話事人說過 就這樣啦 陳卓妍一邊是雅居樂擔任重要職務 一邊協助兒子發展房地產業務 直到一年之後才把自己兒子教房地產的事情 說給他的兄弟之王 但又不是全部說完 好像自己付錢兒子的公司 收購公司業務 以及公司未來要上市的事情 通通都沒有說過 更加有意思的是 在2019年 警業名幫要上市的時候 他在招股書上表示 公司的業務最初是由家族出資 但是雅居樂自己就說 自己在收到連交所查詢之後 才知道陳卓妍是給錢兒子開公司的 後來陳卓妍也承認了這個危害的事項 並且接受上市委員會 對他做出的制裁和指令 不得不說 家族企業之間的故事真是很有意思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灣區訊息 在灣區生活還有什麼想問的都可以評論 如果你對我們的影片感興趣 記得關注一下我們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交通體了 最願意是給個like支持一下